終於夾得找到Ben哥哥 近期TVD電視劇集說救護員 原來救護員都是隸屬消防署的部門 是的 屬於我們消防署的部門 其實你們一出車工作的時候 救護員就會一起出 應該是 因為我們的行動 通常都會扔著消防車 十字車 通常的個案都是扔著他們出動 那這些救護員他們一起在消防局出來 不是在醫院出來的 不一定的 有時候他們可能在街上接到任務 就拍著一起做行動 不一定在消防局 不一定在消防局 而且我看到他們救人很厲害 你知道你們基本上以我所認知 可能我不是很認識的 你們跳樓有關你的事 關電梯也關你的事 一個小動物爬上樹也不回來 也關你們的事 交通意外一定的 我想問 譬如在鐵路範圍之內 有些人跳軌自殺 或者不小心跌了一個軌軌 被車撞傷 關不關你消防署的事 關的 關我們事 但是那些鐵路職員就很慣性地自己撿了 因為他不想影響他們的行車的時間 應該就不會的了 因為通常如果接到這些路軌的案件 我們消防署接到的案件就是我們到場 他們的職員都不會下去做任何 因為有危險性 我們下去做 譬如收拾他們的物件 遺體或者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去看看他們還有沒有生命的跡象 所以才會我們下去的 不會他們下去的 我覺得你們的職業都很厭惡性 入火牆救人的時候 就要對自己的生命有些少危險 第二件事就是去到現場 有些大事 交通意外 跳樓那些 通常都散了 你要面對這些散了的遺體 屍體 其實你剛剛入行 你現在入行已經二十多年了 那你面對這些事 你當初怎樣克服呢 我們叫做師傅 我們做了日常的時候 一開學堂出來教我們 就叫我們做這些案件 就是千萬不要看他的眼睛 千萬不要看他的眼睛 那你不要看他的眼睛 盡量做事也不要看他的眼睛 我們看到日常這些做得多習慣了 你說新鮮我們叫現場發生的 新鮮血淋淋的那些 其實在我的角度我不會害怕的 我最害怕的 過了新一段時間 或者是開始腐爛的那些 就很臭的那些 我仍然還未可以適應到 到現在今時今還未適應到 都會有一陣味很臭 我會害怕 因為我今天和你做節目之前 我也做了一些資料 就是你們有些不文明的規定 就是去救這些人的時候 或者有人自殺破門的時候 是不可以看他的眼睛 你也知道的 我也知道的 因為你看他的眼睛可能你覺得他恐怖 不看你也不要那麼害怕 但原來我搜集資料的時候 就有一個消防員 他寫了一些東西上blog 就是講他自己的靈異經歷 他有一次就是有人自殺 寫了很久 開始發出醜味 介論社報警 消防員、警察和救護員到場的時候 按一下門鐘 真的會按一下門鐘 看看有沒有人回應 沒有人回應 然後他就破門進去 一進去就看到那個屍體 好像是否伏讀自殺 已經坐在牆上 靠著牆上 一破門 第一眼看到東西 就是那個人坐在那裡 就看到他的眼睛 然後他覺得死了 糟糕了 不看由自可 看了心去很不舒服 師傅教了 不要看眼睛 剛好這個是新丁 那天收隊 盡了所有東西 回到局部 煮食 他說無意之間 這個影像 永遠都出現在牆上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害怕 心理作用還是什麼 最後他去了廟裡 拜神求個心安理得 阿Ben 在你人生裏面 做了這麼久的消防員 你覺得有什麼 不是一定是靈異 我覺得你剛才跟我分享 一些古怪的東西 不是一定有鬼 我們聽眾喜歡聽一些很真的東西 有什麼是靈異 跟靈異之間 或是解釋不到的東西 未必一定要有鬼 為之恐怖 有些東西解釋不到 我都覺得反而更加恐怖 都有的 但真的像你所說 有些東西是可能 解釋不到的 會這麼巧合的 會有的 試過一次就 消防局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會有些人養金魚 養魚缸 很多魚缸 放在魚裡養 消防局很輕養金魚 會的 會的 我就知道他們打籃球 打籃球和宵夜吃 會的 養金魚是有的 養鯉魚是有的 通常有些舊的局 我們叫舊的消防局 就有一個魚池在那裡 魚池就是給養一些感理多 有些消防局裡面 通常會在館廳 或者某些地方 會放一些金魚缸 自己養 我以我所知幾間消防局 九龍區有幾間消防局 試過一次就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就是 魚都可能一分鐘大年紀 都幾大年紀 起碼十年八年 有些都 這一次無端端 一個早上死了 死剩一條黑色 那我就 有個同事就 每天都會打你的 很傷心 他跟我說 Ben 我的魚死了 我不要緊 都這麼多年了 都可能投胎 或者是 然後 很不幸運 翌日 耕姐到我們翌日 上班 發生了一宗火警 有同事就過身 所以我覺得 好像是否擋了殺 很多事情 很邪無故 還是好像一個先事 告訴你 這個局有些不沉上 所以都可以防禮 圖無故 零可信其無故 不可信其無故 可能說這些金魚 你以為擋殺 真的有他的攻擊 我覺得就是如此 就是 死剩一條黑色 是啊 死剩一條黑色 十幾條 十幾條 一夜之間死掉了 是啊 總之我們第二天早上起床 準備交肩的時候 有人問 很多人知道那些魚死掉了 死剩一條 後來就這樣說 第二天 然後就上班 然後出事了 其實很邪惡 如果有細菌感染的話 通常會整個缸都死掉 為何唯獨只有黑色沒有事 這件事就很古怪 你知道 消防員通常行動員會上局洗澡 曾經有一次在申浦江 很多年前 一個沙廠 我也聽過這件事很出名 是嗎 不如由你來講 我聽過略略 因為我們有時坐在一起 講一下古怪的東西 傳回來 我的版本不知道是否你的版本 我們大家一起參嘗一下 我聽到的版本其實都是我師兄弟的同期 但不是很熟悉 知道是誰 大家花名叫 他好像那件事在工廠大廈發生的 好像是三個火來的 我們奉命聽他說到場做 入伙場就照他開喉 灌勾 或者是搜索 看看有沒有傷者那些 途中我聽到師兄說 回到局很不開心 好像聽到那把小女兒的聲音 對呀 對呀 其實她是聽到那把小女兒的聲音 但沒有聽到她說什麼 聽到她說好像有把小女兒的聲音 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就傳一傳一傳 會聽到好像說很冷 對呀 對呀 為什麼我到最後在一個巧合裡面 一個燒烤BBQ場裡面 那些人很晚上講鬼故宮的時候 那個師兄說 其實那個鬼故宮是我說的 我是現身 真身 親身 親聲激勵 是的 他在那親口地說 他聽到她說話 但好像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但是他不是一個人聽到 有一班人聽到 不止只有一個人聽到 但有的人聽到很冷 有的人聽到Talabast 女性 那時後聽到好像在一間局 回到局 隔了很多星期都還在發生 我聽說新蒲崗沙廠大火 同事就去救火 救火後就問沙廠的職員 報點人數 其實所有職員都在這裡 其中有一位同僚心不安樂 我聽到一個女生的聲音在喊 聽不到她說什麼 有些聽到她說很冷 那些人就會覺得大火 怎麼會喊很冷 因為喊很熱 同僚心不安樂 就放在心裡很久 當晚回到局時 可能隔了幾間 在通宵間睡覺時 在局裏仍然聽到小朋友喊 很冷啊 哥哥很冷啊 可不可以救我啊 聽到那位同事就彈了起床 起床之後就吵醒了所有人 原來同一時間 所有人都聽到這個小朋友說 哥哥很冷 就驚動了你們的局長 不如大家心不安樂的話 不如我們買些東西 去紙紮泡 買些東西回來燒 你覺得迷信也好 大家燒完就心安理得了 其中一個你們的同僚 做完這件事之後 都不行 她每晚都聽到這個小朋友說 哥哥我很冷很冷 家人就覺得這件事 既然你這麼不安樂 其間她家人就不知道去中山 去中山旅行 逃經所謂的很出名的中山雅姑 就問中山雅姑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中山雅姑就回答她 她說 這個新蒲江沙廠現在就是沙廠 她說在很多年前 還沒有沙廠之前 其實就是寮屋區 而這個小朋友 就在當年寮屋區 下大雨很大雨水浸的時候 是浸死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 她仍然在那個位置 還沒有出來 所以又沒有人跟她打招 即沒有人做超渡的事 什麼都沒有 於是他們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回到香港 就花了一些錢 超渡了她 希望這個小朋友 就一路好走 不知為什麼 是不是這麼邪 超渡完之後 就從此之後 再沒有聽過這個小朋友喊 試過做一個 就是頸骨斷了 是 嗯 只剩下一股皮 扭著了 在頸骨頭 還沒有斷了 那隻腳已經碰到地 其實 怎麼為之 為什麼一隻腳可以碰到地 其實 其實她的樓底不高 她不高 她的繩子吊了那一刻 其實她已經長了 其實她 她吊了那一刻會掙扎的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掙扎 自然大佬死了 我可能死了一段時間 所以就已經頸骨斷了 斷了 接著人就拉長了 只剩下一股皮 扭著了 扭著了 所以她就碰到地 是的 還有那些我們叫絲水 一天門口已經有踩到 我們都不能避免 那些絲蟲已經爬出來 白色很肥的 條條 發脹的身 青綠色的人 根本上你不會做 看到她 其實正常的人都會害怕 就算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我們都會覺得很難 但是你會不會有些保護自己的東西 拿東西包著她才抱她 有的 通常我們在學堂的時候 聽這些老前輩說 做這些情況 我們不可以在前面抱她 儘管在後面 我們用紅色布包著她 就鬆一條繩子 就放在地上 讓警察處理 因為警察也要做手伸 或者看看她有沒有手症要處理 是的 為什麼要在後面呢 聽同事前輩說 因為臨死前吊頸 可能還有一道氣 裡面可能吃了東西 如果在前面抱她 她淡氣一流出來 她隨時連裡面的藥物都會吐出來 你整身都會吐 吐到你整身污脹 有同事說不懂 在前面抱一抱 她都會吐一口氣 吐回她 她自己裡面 以前吃了 剩下的東西出來 整身都是 你說多醜 多噁心 所以我們 盡量不要看到她的眼睛 在後面抱她 你不會理她 包著就抱幾個同事 馬上搞定就算了 這些是沒得救的 盡量都是 我們馬上完成任務 回去清洗 搞定就離開了 吊頸自殺 真是很恐怖 燒炭 燒炭也做過很多 燒炭很多 通常進去 你會看到什麼 因為對我來說 沒有接觸過這些 很新鮮 很想知道燒炭的人 整個屍體是粉紅色的 不是看你死了多久 粉紅色是剛剛沒多久 或者吸入了過量的二氧化碳 才會是粉紅色 真是以可學識 但如果死一段時間的燒炭 其實是正常死屍一樣 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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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睡了覺 通常破門進去 救人室 會不會是獨居老人 那些最多 最多 因為他們 可能未必有手藝電話 家裡也未必有電話 又沒有平安鐘 就算有平安鐘 有時老人家很簡單 一旦他就無法起床 就無法起床 睡在地上就失去 真的很慘 通常你們會怎樣做 我們通常去到 第一時間 最重要不是決定他死了 除非他有明顯死亡 縮起來 好像很硬 那些就知道有屍施斑 但如果正常的一個屍體 進去 我們都要做正常的程序 就是跟他做 失望壓 量一下他有沒有 還有沒有脈搏 如果沒有就要做CPR 或者搭機做Defit 或者很多情況要做 但很多時候進去 試過一個案件 就是死了很久很久 但一點臭味都沒有 為什麼他開了冷氣 在一個塞 在一個糖樓 開了冷氣沒有味 他已經是硬了 出了絲斑 經常都不臭 我想都死了大概一段時間 那誰報警 好像是 駕駛駛駛駛駛駛 上去拍門 說沒有人認了 他不見他很久 一個老人家 是的 但看電錶 就是這樣在動 估計是獨居 老人自己 自己在那裡 有一個駛駛駛駛駛駛的 有些在獨居駛駛駛住的 試過進去 死了很久 採用一開門 他們是十方者 這蟑螂 需要幾百隻 多半隻 恐怖的鬼 遍他都被射出來 嚇死人了 多半隻 我想拿大約的垃圾桶 綠色的 搬了十幾箱 蟑螂? 有廢物垃圾 但是途中一邊搬那些蟑螂 像拍戲一樣 像鬼片那些一邊飛出來 一隻一隻 十隻一邊爬又爬又爬又 飛又有 大大小小又有 你害怕什麼蟑螂啊 我也害怕的 我超害怕 我也害怕的 我會立刻辭職的 如果我是消防營 那一下沒辦法 壓著頭皮都要吵